大家好,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委员李炳云医师 武汉肺炎是透过飞沫及接触传染 佩戴口罩能够有效降低传染风险 更是保护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尤其在出入医疗院所时,请国人务必落实防疫措施 第一,请全程佩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第二,使用过的口罩请妥善丢弃不造成环境污染 另外提醒大家,出入医疗院所时随时保持双手清洁 并避免用双手触摸眼睛、鼻子、嘴巴 保护自己,不让病毒上升 防疫不松懈,请确实佩戴口罩 降低传染风险,守护社区防疫安全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关心 国际狮子会300B2区以狮子情仪服务为本 作为年度精神,并首度举办社会服务故事摄影展 总监梁金生表示 以此摄影展纪念狮友参与社会服务的点滴 留下感动的刹那 狮子情仪服务为本 社会服务故事摄影展继摄影班成果展 选在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正式开展 拍摄者和部分的备摄者 都是来自国际狮子会300B2区的狮友们 特别的狮子情仪 总监梁金生表示 有其目的性 留下狮友参与社会服务的记录 带来更多感动 照片的一个展览 让社会大众认识狮子会 让社会大众了解 我们狮子会在为社区 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服务活动 也透过这样的展览 让社会民众视频们 更了解狮子会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展览 他们来参与狮子会的活动 留下狮友参与公益服务尽头 新北市社会局长张景丽 参与开幕典礼表示 国际狮子会300B2区 投身社会公益 尤其是新北市的部分 响应市长侯友宜号召 捐赠富康巴士 老人身杖进检巡回车 或是许多社区公益的服务场合 都能够看见 师友们的黄色背心身影 应配我们梁总监的团队 因为他的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用心 每次一个社会服务都是反复的到社会局来不断的讨论 甚至每一个细节 而且还要配合今年的防疫 所以今年我们不是办这种大桌的围炉 而是怎么样呢 而是到佳乐福里面 让我们比较辛苦的家庭里面 到佳乐福可以自由的采买 一方面防疫兼顾了 一方面也照顾到这些辛苦的家庭们 而且一户呢有3000元 而且加码还有600元 展览作品超过250幅 除了是关怀记录之外 还有摄影学习成果展览 主要也是让师友学习成长 安排了摄影课程 让照片代替文字 拍摄出他们曾经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 能够和大家分享所有的美好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另外英哥区建国里里长林清德 用心推广环保爱地球的观念 除了里内资源回收的成绩 旅获肯定之外 就连办理共餐的食物 也不忘推广减探 吃在地的理念 每年年初第一次共餐 就与宗教团体合作 准备了蔬食料理 邀请长辈们一起环保爱地球 尽管全球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但台湾防疫得当 地方小型活动还能顺利办理 但该做的量体温消毒等工作 一定要确实做到 英哥建国里每月一次的共餐 是里内长辈们最开心的时候 长辈们一早便齐聚宽畅 一手接着一手等待共餐的时间 我们每年都会办一次 这个素食的 这个 清食的这个老人共餐 让老人家 能够了解这个共餐 除了弱食以外 还有更一样的 不一样的 这个餐料 来跟大家分享 对我们看来 这是我们在地的 那个农业 有机蔬菜 那我们建国里的这个 这个老人的这个 到丁农丁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虽然是蔬食 但菜色十分丰富 五大营养素全部具备 因为是防疫期间 所以志工们将餐点一一盛装好 再送到长辈们的桌上 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 你们这样吃素食习惯吗 不错 好 谢谢你 虽然一年才有一次的 共餐吃蔬食 但也让长辈们实际了解 就算没有了大鱼大肉 蔬食也是可以美味 营养兼具 希望大家一起响应吃蔬食 减碳爱地球的行动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110年大学学册 将在1月22号 23号登场 报考的人数创历史新低 除了努力读书 把握最后冲刺外 新北市中和高中 带领高山学生代表 到中和大庙福和宫 祈求文昌帝君庇佑 金榜提名 距离大学学册 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新北市中和高中校长 柯亚林 以及家长会会长 带领高山学生代表 来到中和大庙 祈求文昌帝君四福 今年学册考运亨通 希望每个孩子 学策的成绩都能够得高分 也准备了一些水果 那希望文昌帝君 能够保佑中和高中 所有高山的学策战士 今年的学策 每一科都能够满集分 来拜一下文昌帝君 让他心灵上一个 比较安宁的一个感觉 让他可以比较宁静一下 身灵就沉淀一下 他可以应付这个考试 祈求文昌帝君来保佑我们学校的同学 学生来讲可以考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祈求文昌帝君保佑 诚心燃上清香一束 下方安排丰富贡品祭拜 贡品青葱代表聪明 琴菜代表琴学 菜头象征好彩头 还有象征意义 特别讨喜的包子粽子 一定要包种 希望高三学生最后冲刺成功在往 高中三年我也很努力 然后我的目标是考上 医学相关的科系 然后希望能够在这次学策 能考好考到英数字满几分 数位时代准考证被应考资讯取代 祈求金榜提名传统习俗 拿准考证绕香炉 改由校长陪同高三学生 以全部考生应考资讯绕香炉三圈 求文昌帝君保佑中和高中考生们 考试顺利 下笔解答有如神助 一举考上理想大学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交通部观光局自2018年起 以办理经典小镇临选 目的就是要发掘台湾的特色 盘点小镇资源 打造小镇品牌 具有百年文化历史及天然景观资源丰富的三峡 荣获2021经典小镇3.0的认证 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的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3.0评选 新北市三峡区以丰富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资源 沈青睐而入选 受政当天三峡区长周近平与公所团队 穿着三峡特有的蓝染服饰 接下这份荣耀 选台湾经典小镇的30个乡镇市区 那很期待能够跟你们照个下 希望这样能够有助行销 但是如果你们邀请我下乡 我一定请我的同仁把它排出来 好好的为大家来行销 周近平区长说除了书面资料审核之外 评审期间还有神秘客现场勘查 相信神秘客来到三峡后 也被三峡的好山好水吸引 同时也被民众的热情感动到 神秘客哪时候来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三峡其实好山好水 我们有很好的文化艺术 我们有很好的特产 我们其实也不担心他们哪时候来 因为随时来都可以感受到三峡 是一个相当棒的地方 有文化艺术的城市 也是一个观光大城 所以用最真实的面目 让我们的神秘客来接触的话 他看到的就最真实的一面嘛 不管是大暴溪流域 祖师庙周边或是好吃的金牛角 想体验经典小镇之美的好朋友们 欢迎一起到三峡来趟深度小镇旅游 体验三峡小镇特殊的文化庆典 骑着脚踏车到每个地方去看一看 我们有非常历史 悠久非常历史的祖师庙 那我们也有非常棒的蓝染的艺术 也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蓝染的作品 不只衣服 我们还可以做像丝巾啊 或者是皮包 还有鞋子也看到有蓝染的 所以可以到每个地方去看 每个地方不同的生活环境 跟那个地方的一些风俗风俗文化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的警犬出任务哦 他们参加了新北市副议长陈宏元 举办的熊帽子宝贝警察营 在领权取缘的带领下 示范交办任务 认真执勤的精神 让大人小孩都称赞 毒品藏在哪里 新北市警犬们出任务 别想骗他 以为藏起来就找不到了吗 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 当然不会被呼弄 凭着灵敏的嗅觉 找出被藏起来的毒品 警犬们第一次出席新北市副议长 陈宏元举办的熊妈记宝贝警察营 示范执勤查气毒品的可爱模样 即刻会被他们圈粉 他找到之后 我们训练的方式就是 盯着不动 你也不能去抓他 你也不能去撞他 因为爆裂物撞了会爆炸 你就跟我讲盯着不动 就是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 所以他刚刚有没有看到 他盯着不动 开演唱会 还是什么 去查爆裂物 还有抓走私毒品 这些非常危险的任务 就是他们深恨的 所以我要让所有的小朋友 就是他们 给他们鼓励 说每只警犬的粉丝都比你多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的 因为 刀部它是最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喜爱他们 他是没有国界 他没有党派 没有颜色 警犬们人气旺 粉丝团追随者众多 难得有机会参加警察营队 示范勤务工作 真的是头一次 让亲子们包围在身边 其实他们执勤的时候 相对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 见此机会 也让大人小孩 上了一堂警犬工作 试镜课 三个地方有警犬队 第一个是新北 第二个是台中 第三个 是高雄的宝山 不知道人问我说 是不是每一个警察 都有配一只警犬 没有 像我们新北市 七千多个警察 只有二十八只警犬 所以是很少的 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 某某样的警犬们 执行勤务以茶器枪械 毒品和爆裂物为主 或是执行专案勤务 首次出席警察营队的任务 表现亮眼 尤其和林犬员互动时 磨蹭讨摩的模样 真的会被他圈粉 直呼好可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米粉汤是很常见的台湾小吃 在中和景安镇附近 有家米粉汤店 将海鲜猪肉 芋头等食材加入其中 顿时升级成 在餐厅才能吃到的 综合米粉汤 再搭配自行研发的 凉拌豆腐 秋葵等小菜 成为相当有特色的小吃点 有别于一般小吃店的米粉汤 这道海鲁芋头米粉汤用料丰富 就像餐厅海鲜米粉锅的迷离板 老板表示 希望能做出一道不用上餐厅一个人也能享用的米粉料理 所以设计出个人化的海鲁米粉汤 里头加入了海鲜 芋头和炸过的猪肉 丰富的口感受到不少消费者喜爱 海鲁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里面有海鲜啊 然后还有豚肉 它的豚肉酥酥脆脆的 然后配上它汤头 恰到好处这样 餐厅的那种海鲜的那种米粉 它是一大锅的 然后我们其实是平常人很难去吃到 如果我想要吃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必定要一群人然后才能吃到 那我就在想说 我们如何把它变成是一种很平民的小吃 让每个人都能够去吃到一个 可能久久吃一吃的东西 而店里的芋头也是招牌之一 老板经过多次的研发 找出最佳的烹调方式 口感绵而不烂 还包有一定的嚼劲 喜欢芋头的老饕不容错过 我本身是芋头控啦 然后它的芋头让我觉得非常喜欢 而且就是给你一颗扎实的芋头 然后吃起来绵绵的不会太软烂这样子 不散掉但是又让它里面是绵密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小火去煮 煮完我们关火之后我们还需要去闷它 所以用不同的烹煮方式让它达到一个不会过软 但又保持它原本的Q度 要配米粉汤当然不能少掉小菜 店里研发了各种各具特色的小菜 像是这道招牌辣拌豆腐 特条的辣酱铺在凉拌豆腐上 口感微辣而不嗆 和嫩豆腐搭配起来恰到好处 最后撒上可乐果更是增添了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是店里的人气小菜 那是我们自己做的辣肉酱 然后它那个酱料啊 是我们从油葱然后到绞肉的混合之后 我们搭配我们的皮蛋 所以它吃起来其实会有不同的层次跟感受 而且会感觉到有油葱的香气 然后你吃的时候乍吃的时候你不会吃不出皮蛋 可是你当你认真吃的时候会觉得 它跟油葱混合在一起有一个新的味道 我觉得是外面比较吃不到的 然后最后我们会再撒上可乐果 那可乐果放上去之后啊 就会因为其实肉酱跟豆腐其实算是比较软的 然后当配上可乐果 它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层次跟口感 另外如果对辣真的没辙 店里还有一款胡麻豆腐 劳烦选用黑芝麻酱加入优格 调制出微酸微甜的胡麻酱 还带有丰富的胡麻香气 滑顺多样的口感让人一口接一口 胡麻豆腐是我觉得它那个胡麻酱 它自制的胡麻酱蛮好吃的 配上豆腐的感觉就是一种绵密的感觉 就是它们好像就是很适合在一起的感觉 我们还搭配了优格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酸酸甜甜的 然后又有那个黑芝麻的香气是很浓厚的 最后我们还会撒上一些柴鱼片 所以也是主要是增加它的层次跟口感 就每一口你会吃到 芝麻香 然后优格酸 然后到柴鱼片的香气这样子 而最近推出了另一道小菜蒜苓秋葵 用最简单的汆烫方式 留住食材的营养再加上大蒜 葱等辛香料 简单的搭配 却让人爱不适口 秋葵其实我们主要想呈现的是一种 秋葵的原味 同时我们上面会加上不同的辛香料 就是蒜头啊 油葱啊 葱跟辣椒 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 你会吃到不同的味道 每一口都是不一样的 当你可能配 蒜头跟油葱的时候是 不一样的感受 或者是当你葱跟油葱的时候 又会是不一样的感受 然后而且同时还可以知道 秋葵的本身的味道 在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 能够来上一碗热腾腾的米粉汤 不止暖胃 连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 记者赵世渊综合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就是谢谢爸妈 然后跟就是谢谢妈妈 然后谢谢宏杰兄 谢谢东哥这样 然后还有谢谢我的摄影师 然后感谢他剪出那么好的影片